洛杉矶快船驱虎吞狼 莱昂纳德名为受伤 时日为轮休 驻勇士 打抱詹黄 自己则渔翁得力 快船即将迎来和勇士的大战 但是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 突然传来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意外消息 也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消息 莱昂纳德居然受伤了 全明星周末之前最后一战 小卡宣布自己将会殷伤缺席对阵勇士的比赛 全明星很可能也打不了了 甚至全明星之后的那两场 也未必能打了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来了 为什么他突然在这个时间点受伤了 人们都很关注 都很期待检验快船实力的一战 然后你说上就上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现在仔细想想 其实就可以发现 快船让莱昂纳德受伤 这个情况 包括缺席比赛突然确证的这个情况 绝对是一招 一箭三雕的好奇 其实这次莱昂纳德名义上是受伤 很大概率就是轮休了 不然的话也没有必要 在全明星只剩下一场的时候 你突然说小卡打不了了 不就是为了避过全明星的整个比赛期吗 因为莱昂纳德这个性格不是很在乎去全明星上打比赛 你不如让他休息 可是他被选进全明星了 你现在打勇士如果不能休 一赶到全明星你突然说我上不了 你要是打勇士升龙国股 砍30分赢球 后面你说全明星我就上了 联盟能信吗 你要这么干 以后没人选进全明星了 你不能这么做 所以直接提前说我受伤了 受伤是个很合理的理由 我打不了你能怎么办呢 没办法 所以这个就可以接受了 首先这就是第一个好消息 小卡将会有接近两周的漫长时间休息 除此以外还有一点 莱昂纳德现在受伤绝对不是什么坏事 原因在哪 这属于一招驱骨吞狼 现在附加赛区可以说非常激烈 湖人第九勇士第十 勇士只差湖人0.5场 而快船这支球队偏偏本赛局有点被湖人克制 打了三场快船输了两回就赢了一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快船队如果说想要去走得更远 那要努力避开洛杉矶湖人 最好把湖人打下去 那谁能替他们完成这个目标呢 就是驱骨吞狼 让勇士去狙击战死 现在快船只要说小卡受伤 那这比赛大概率他们赢不了 因为本赛季梁大德缺席的比赛 快船都没赢呢 因此很可能是送勇士一场胜利 那这样勇士和湖人的胜差就抹平了 现在就差0.5场 你送你再赢一场 六连胜不就抹平和湖人的差距了吗 让勇士和湖人去复加赛 去死磕 去消耗 而快船呢 坐山观不动 打到最后 万一湖人真被淘汰出去 连基督赛都进不了 勇士进来了 快船也不怕他们 所以说占便宜的只能是他们 我送勇士去干湖人 我自己不用出手 你就从这点上来看 现在莱安娜德突然轮休 不排除就是快船的一招妙棋啊 下了盘大棋 能让他们走得更远了 谢谢大家